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平百姓 今天要為各位做精闢分析的這張卡牌 是我們生木之塔跟美好世界合作的卡牌 合增 合增 目屬性的人類 隊長技能界限變革 大於3粒相同種類服屍相連即可發動消除 即可發動消除 就是三消的一張卡牌 不管是水 火 目 光 暗星 都可以消 都可以消 那他膚石掉落技能不受其他技能影響 這個跟以前的三消隊伍特性是一樣的 那還外帶一個隊伍技能 目屬性的攻擊力9倍 那發動條件是要以合增做隊長技戰友的條件下 基本上他這個 假設啦 我來看啦 你手下有辦法吃COMBO啦 可是你後面的傷害跟COMBO都要吃天將 所以算是個比較吃運氣的一張卡牌 我個人以現在的倍率來講 而且他的那個目屬性攻擊力9倍來講 我覺得有點偏低了 有點偏低了 所以這張卡牌目前光對長技能 我看就不是很很強的感覺啦 對 當然這是我自己個人看法 供給大家參考啦 沒有說絕對啦 那他的主動機偷切CD6 引爆美好世界系列的成員智障膚石 掉落強化膚石 那光看這個技能 他只能配美好系列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缺憾了 然後他還有一個隨機或者以下的一個效果 一回合內全力攻擊力1.8倍 或者一回合內 這個攻擊力幾回復力2倍 這個是隨機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自己看也沒有很好用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你要綁美好系列 他這主動機就整個都是廢掉 雖然說是結版的卡沒有錯 可是他沒有配美好就是廢掉了 然後再來他又隨機獲得一個效果 1.8倍的攻 或者1.8倍的攻回 兩倍的攻回啦 兩倍的攻回 所以整體來講這張卡牌不論是隊長的技能 隊長的技能 還有隊伍技能 以及主動技 都是一個很隨機的卡牌 所以我個人看來這張卡牌是 非常不好用的這張卡牌 就是你給我我都不會想用 所以 我 更不要說問我複製人啦 所以這張卡牌我自己的評價並沒有很好 但是這個是我自己看法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們這個合真卡牌的精闢分析 好 如果有一些 建議或看法的話 也可以在留言下方 告訴百姓 OK 我是平白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右下角按個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訂閱 訂閱旁邊的當按鈴鐺 隨時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 我是平白姓 記得分享給你 好唄 K